好,然後我們要看的是一些題目 第一個例題是 有關於空氣的聲音有的敘述誰是對的 哪個敘述是對的 同一個介質傳任何聲音似乎都一樣 就是我剛剛跟你講過的Keyword的重點 所以A是錯的 同一個聲音在任何介質傳播頻率相同 所以B也錯 就是我剛剛跟你講過兩個Keyword 你要記住的重要觀念 波峰就是密步就當作波峰 樹就當作波骨 波峰是從相鄰兩 波長是相鄰兩波峰的距離 就是相鄰兩密步的距離 叫波長所以C是錯的 所以答案只有珠是對的 只有珠是對的 空氣傳生是一個重波 所以我們的答案選珠 就是例題是問你空氣傳生的狀況 那麼讓各位練習 這也是問你聲音的敘述誰是對的 誰是對的 就是要了解 產生聲音的條件啊 然後巴拉巴拉之類的事情 請問你誰是對的 誰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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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代表原介質 介質一樣速度就會一樣 所以珠選項波數比較小是錯的 所以答案只有B 剛剛講過了 同一個介質傳任何聲音 大聲、小聲、高音、低音 速度都會一樣 所以答案選的是B 利巴克 也是問一些聲音的有關於聲音的敘述 請問你下列敘述誰是錯的 哪一個敘述是錯的 停車站屆問 哪個敘述是錯的 這個人不在 潘仁豪 潘仁豪 對不起你說誰 一二三四 一二三三 C你選C 請坐 A就是我們講過的 A就是我們講過的東西要急速的振動 B就是告訴你固態液態都可以傳生 豬就是跟你叫你記得空氣溫度越高傳生越快 C就是我們剛剛跟你講的 基本上傳聲音的快慢是固體大於液體大於氣體 所以水中的傳聲比較快空氣傳聲比較慢 這三題都是很簡單的問有關於聲音敘述的問題 就記住我們前面教過的要產生聲音的條件 記住要你記得兩件事情 同一個介質傳任何聲音速度一樣 同一個聲音在任何介質評語會一樣 還有一些其他的有關講過的事情 就把它記住就可以了 就是這三題的內容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OK